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是米露 那米露這次要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Robot 還在網裡面的時間週期以及月亮的狀態 分別讓大家去記得時間怎麼去看 然後再來的是齒輪的階段要怎麼去分配才能達到覺醒的最大化呢 因為最近很多小朋友進入了米露的師傅二 那我有發現有些小朋友是剛玩或者是之前有玩過 那可能停了一陣子,那為什麼停呢? 因為在功夫的時候都很多任務沒有辦法記起 然後剛好很幸運的就看到米露的影片 米露會開師傅,讓大家進來解任務 那有空米露也會幫大家解 那在機緣巧合下,米露就帶了一些小朋友做一下V4的流程任務 但是部分的小朋友都配合得還不錯 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在走任務的時候呢 他可能不清楚流程 那他做完一次V4就很開心地跑去變身了 那留下兩個跟他在那邊覺醒的人 那奇怪,那你為什麼不是要幫我們嗎? V4的流程其實是可以幫大家互相幫忙去覺醒的 但是你前提你必須要了解你的階段是什麼階段 好,那米露現在開始帶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我們要看他的主題 月亮跟齒輪 那月亮呢我們分為了八種型態 那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什麼時候滿月 米露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滿月 那我米露這邊放了一張圖 大家看一下 那最左邊的話呢是 它就是月亮有一個像彎刀一樣的 那再來呢它就會出現是下雪月 那在下一個它會出現下凸月 那正常啊米露都會說 凸月的時候大家都要上來時間神殿準備囉 因為再過一個白天就準備要滿月 那下一個就是滿月 那當我們結完滿月之後呢 它的時間線就會 晚上就會走到了上凸月 那下一個就是上雪月 再來是鵝眉月 那最後一個就是新月 那新月這個呢就是也有一些小朋友們 在留言的時候有跟米露提到 那米露我上了隱藏島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月亮 那剛好你的時間點就是抓在新月的時候 所以你看不到月亮 所以米露不建議你新月的時候去找隱藏島 米露建議是你剛好在下旋 或者是凸月 或者是滿月的時候去找隱藏島 這樣你才比較好去瞄準月亮 使它發亮 那這就是月亮的發展型態 那洛巴斯的時間怎麼去看呢 如果你有師傅的朋友們會比較好處理 那去公府也是可以 或者是來米露的師傅也可以 當你進入師傅的時候 就是裡面都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時候 師傅會處於是重開的狀態 那在重開的狀態呢 它的太陽會是從中午開始計算 那這個白天米露會計算為6分鐘 那一個白天的整個走完呢 是12分鐘 那它從中午開始 米露就抓為6分鐘 那進入了第一個夜晚呢 開始計算也就是12分鐘 所以你把白天的12分鐘 加晚上的12分鐘 ROBOTS海賊網裡面的時間線呢 就是一個工作天是24分鐘 那你得到了這個消息呢 你就比較好去計算 如果我看到了下吐月呢 那就代表我還要再經過24分鐘 就準備滿月囉 所以你又可以開始你的準備工作 以上這個就是米露用計算的方式 用碼表去計算 計算出來的工作日的時間 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誤差 那你基本上在計算月亮的時間的時候 也大同小異了 應該可以抓到適當的時間去準備覺醒 那再來我們帶大家進去看齒輪的狀況 來我們到了時間省電了 那米露這個天使已經做了最後的換齒試煉 那還不知道怎麼換齒的朋友們 記得去看米露的如何換齒的影片喔 來我們首先看到了 裡面的總共有5個齒輪 那這個V這個齒輪的第5個齒輪呢 就是你去影響島剪刀的那一個 你拉完拉桿 它就會出現在這裡 那我們俗稱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算是羅馬文字的1 2 3 4 5 這邊是羅馬文字的代表 那很多朋友們在覺醒的時候會說 我到底幾齒了 我到底怎樣算幾齒 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表達說你是幾齒 但是如果你要進師府 讓米露帶你覺醒的話呢 你必須要按照上面的順序來 那米露才能知道怎麼幫你安排 所以你必須要了解的是 你是幾齒 然後你的修煉完成了沒用 那我們現在來看 你首先如果都還沒有覺醒的朋友們呢 你一來完成了試煉之後 第一顆放的一定是中間這一顆 那我們俗稱為1齒 就以這個羅馬數字為代表1 這個就是1齒 當你又做了修煉完畢之後 那你可以坐來這邊 左邊 左上角這一顆 就是2齒 那依照順序呢 3齒 4齒 所以我們全部 所謂的滿齒 就是放完了這4顆的齒輪 那我們怎麼去安排 我什麼時候可以幫人家試煉呢 因為當你放完齒輪之後 你沒有去下面找紅色球體 去做修煉的話呢 你是沒有辦法進去試煉門口 它會飄出一排紅 我們是會跟你講 你沒有辦法去做試煉 你還沒完成你該做的工作 那我們第一次 第一顆齒輪的時候呢 米霧會叫朋友們 放完齒輪之後 請出來外面 我們其他的玩家朋友們做對打 因為對打是 集氣最快的方式 那你可以解完一顆齒輪之後 馬上出去對打 完成任務之後 跟紅色球體講話 你就可以馬上再去試煉之門 幫第二位玩家進行覺醒 所以 當你三位玩家都是V3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們其實是可以互相幫助的 所以米霧在裡面帶人的時候 通常會講 人越多越好 為什麼 三個在決的時候 其他三四個五六個 都在外面幫忙準備 做對打 幫他集氣 完成集氣之後 下一位就可以再進去了 米霧用這個方式呢 最高紀錄帶了七次的覺醒 剛好嘛 因為結束是七次 所以如果你順利的話 是可以很順利的去幫大家覺醒 因為我常常聽到有人弄完 然後就說我一個晚上只一個人覺醒 那你們可能遇到的是其他狀態 那是什麼狀態呢 就是 接下來你當你進入二尺的時候呢 那你的修煉就會變成五分鐘 那這兩個階段 是可以提前的 一跨二的時候 你的五分鐘是只可以再一 完成修煉之後 如果你剛好沒有覺醒了 沒有辦法連續覺醒 因為正常我們一跟二會連續覺醒 那你就會去修煉五分鐘 那如果你一覺醒之後呢 沒有去做 沒有去做二的覺醒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提前去修煉這五分鐘 不用等到第二顆齒輪放完 你再去修煉五分鐘 朋友聽懂了嗎 第二次的修煉是可以提前的 那朋友一定會問 那其他的修煉可以嗎 答案是可以喔 第三個齒輪的第一個 它會分成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每一個齒輪的第一階段 都是可以提前去訓練的 所以你看呢 第一次的第一階段就是三分鐘 因為它沒有第二階段 那第二次的第一階段就是五分鐘 那它也沒有第二階段 所以它們兩個都可以提前修煉 那你放到第三次的時候呢 它是四分鐘五分鐘十分鐘 那你的四分鐘是可以在 還沒有放第三顆齒輪的時候 就可以提前去做修煉 那想當然 第四顆齒輪的五分鐘 也是可以提前去做修煉的 那第四顆齒輪呢 在放置完後呢 其實你不用做修煉 就可以去幫助其他的 朋友們去做覺醒喔 你就記得這一顆小顆的 放完之後 是可以直接進去試煉之門的 因為有些玩家還 被錯誤的訊息卻打亂了 還是說自己沒有確認去做過這件事情 那米露這邊已經做過完整的方式 所以可以跟你講 你在第四顆齒輪的時候 一放完 你就可以直接去試煉之門 幫其他的盟友進行覺醒 所以當你放完滿齒之後 你是可以做一個幫助的角色喔 前提是你的試煉之門裡面的任務 會變得最困難 所以你要有相當的準備 然後再來是最後換齒的階段 那所謂什麼是換齒呢 就是米露現在的狀態 我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跳出 你這個齒輪 你這個齒輪 是要更換的 它就會幫你更換了 那我這時候再跳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再進去 那你會發現 欸 我怎麼沒有辦法更換了 沒錯 這就是一個Robot的盲點 它設計這樣很奇怪 就是 當你每換完一次齒輪之後 你就可以去再做一次試煉 可是如果你做完試煉之後 沒有過來換齒輪 你沒有過來換齒輪這個動作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幫人家做試煉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一個換齒的動作 才可以去幫人家做試煉 所以所謂的滿齒跟換齒之後 都是可以幫其他玩家做試煉的喔 因為有些人 不知道是出於有意還是無意 還是他自己不清楚 米露這邊得到的資訊說 只要滿齒之後 就沒有辦法幫別人再做修煉了 這是錯誤的喔 你只要有更換掉齒輪 你就可以幫其他的朋友進行V式的試煉 只是說你每一次試煉之前 你都必須要先放一次齒輪喔 那以上是齒輪的階段 跟月亮的介紹 那各位朋友們 你學會了嗎 如果你有想其他的問題 那米露沒有拍到的 那你可以在米露的DC上留言 米露會想辦法呈現給你看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